魏英又哭又笑 是啊 那时候可是三千人 以他的能力 再怎么厉害 又怎么会全身而退 所以 蓝湛 蓝湛 魏英 魏无羡道 蓝湛他做了什么 蓝西辰道 忘记他做了什么 若你自己不记得 我怕他永生永世 也不会主动告诉你 那好 便让我来说 他道 魏公子 当年那一晚 你祭出两半英虎符 合并为一只 杀够了性之后 却也已是强弩之末 忘记被你发狂时操纵的凶师所伤 情况比你好不了多少 也是勉力支撑 靠着蓝沉才能勉强站稳 饶事如此 他一见你摇摇晃晃地离开 又立即跟上 当时在场 已没有多少人还能清醒 我也几乎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 看着灵力分明快号至枯竭的忘记 一拐一瘸地追上你 把你抓起来 就带上避陈 一起遇见离去 两个时辰之后 我才恢复灵力 赶回姑苏兰市寻求支援 我担心 若被其他家族的人先追到你们 忘记会被当作是你的同伙 轻则留下终身污点名声大损 众则被不由分说格杀勿论 便和叔父一起点了三十多位 往日对忘记赏识有加的前辈 请求他们保密此事 遇见搜寻了两日 这才在遗陵境内 找到你们的踪迹 忘记把你藏在一个山洞里 我们到的时候 你呆呆地坐在洞内的一块石头上 忘记握着你的手 正在给你输送灵力 低声不知在问你什么 自始至终 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 滚 魏英伸出手回 抱住蓝湛道 蓝湛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 是我 蓝湛摇了摇头道 无妨 魏无限喉咙干哑 眼眶发红 说不出一个字 我叔父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一顿呵斥 让他解释 他像是早就料到会被我们找到 却说 没什么好解释的 就是这样 从小到大 他从来没用这种语气 顶撞过我叔父 可为了你 忘记不光顶撞他 还和姑苏兰 是同麦同源的修士们 刀剑相向 将我们请来的三十多位前辈们 都打成重伤 险些丧命 魏无限双手插进头发里 道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 除了重复 他真的不知道 他也说不出别的什么 蓝西辰隐忍半少 还是道 三十多道戒边痕 一次尽数罚完 一道一个人 你总该知道 打在身上有多痛 要躺多久 这个 他却知道 魏英 蓝湛 你恨我吗 蓝湛 魏英 千言万语 幻化成两个字 蓝西辰又道 你可知他一意孤行 把你送回乱葬岗之后 黯然回来领罚 在归训时前跪了多久 那几年说是面壁思过 却根本是重伤难行 他将你藏在洞中时 如何对你说话 如何看着你 哪怕是瞎了聋了 都不可能会不明白 他是什么心思 所以我叔父才怒不可遏 忘记他小时候是子弟楷模 长大后是仙门名士 一生都雅正 端方不染尘埃 这辈子唯一犯下的一个错误 就是你 你却说 你却说你不知道 魏英 蓝湛 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 魏公子 你被献设回来之后 是对他如何百般表白 诸般纠缠的 每晚 每晚都要和他 你却说你不知道 你若不知道 你又为什么要做这些举动 魏无羡真想回到过去那些时刻杀了自己 正是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他才敢做这些举动啊 魏英顿了顿 看向蓝湛道 蓝湛 这好像真的很像 我能做出来的事 蓝湛摇了摇头无奈道 无妨 他忽然生出一个极其可怕的想法 如果蓝忘记不知道 他根本不记得前世 血洗不夜天后那几天里的事 如果他以为自己一直知晓他的心意 那自己回来之后 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啊 魏英看向蓝湛低声道 蓝湛 蓝湛 魏英 一开始用那样浮夸的态度 做尽丑事 为的就是让蓝忘记尽快恶心自己 扔他出云深不知处 然后两不相见 各奔东西 蓝忘记不可能看不出来他真正的态度如何 但即便如此 蓝忘记还是 执意把他护在身边 不让江城有机会接近他 为难他 有应必求 朱般包容 面对魏无限花样百出 堪称恶劣的戏弄撩拨 还能克制有礼 从不越举 那么刚才在客栈里 他忽然推开自己 会不会也是因为 以为这是他更加放肆的一时兴起 还有那句谢谢 究竟怎么回事 魏英 蓝湛 我现在和里面的他一样乱 蓝湛 我们不是他们 魏无限实在是不能再想下去了 他猛地朝观音庙外冲去 庶民修士立刻拦到他面前 金光瑶道 魏公子 我可以理解你激动的心情 魏无限此时 只想冲回客栈 冲到蓝忘记身边 语无伦次地告诉他自己的心情 被人阻拦浑身暴躁 咆哮道 你能理解个屁啊 魏英这时候看金光瑶十分不顺眼 金光瑶不是最会看颜色的吗 现在怎么回事 打扰他回去哄他家蓝湛 蓝湛皱了皱眉 这金光瑶真是碍眼得很 金碍眼光没有眼色 瑶坚持把话说完 我只是想告诉你 没必要跑得这么急 你的韩光君 他已经来了 魏英急忙看向门口 和里面的他 可以说是一个心情 蓝湛也看向门口 他很希望自己能出现在那里 只见一阵疯狂的犬吠之声响起 闭尘呼啸而来 逼退了这群拔剑在手 欲围攻魏无羡的修饰 看着那道从天而降的白衣 魏无羡难难地道 蓝湛 蓝旺鸡落在庙宇庭院之内 看了他一眼 魏无羡一阵紧张 方才要说的话 忽然又都皱成一团 缩在了肚子里 腹部一阵静挪 那黑棕灵犬还在远远大叫 金光瑶道 畜生坏事 金灵原本听蓝溪尘的话 都听得惊呆了 一听到黑棕灵犬的叫声 回过神来 想起金光瑶方才说过的话 一个机灵 喊道 仙子 别过来 魏无羡这边则道 蓝湛 你过来 蓝旺鸡召起碧尘 正要动作 金光瑶却笑道 韩光君 你最好别听他的 魏英愤愤不平 这金光瑶太过分了 蓝湛对着他也没有好脸色 皱着眉头 但是手中抱着魏英的手并没有放开 魏无羡道 你给我滚开 算了 我过去 他刚要迈步 便感觉从脖梗处传来一阵细微的锐利疼痛 魏英 蓝湛 那根线 蓝湛点点头 很为里面的魏英担忧 蓝西沉低声道 别动 动手脚不是他 他只是在提醒魏无羡 当心 金光瑶刻刻气气地道 韩光君 退后五步吧 蓝忘机的目光 凝在魏无羡脖子上 脸色煞食隐隐发白 一根细不可查的浅金色琴弦 正继在魏无羡喉咙间 这根琴弦太细了 还涂上了特殊的色料 导致肉眼几乎捕捉不到 再加上魏无羡方才心神大乱 根本没心思注意别的 这才让他套上了自己的要害 蓝忘机立刻一言退后了五步 魏英 蓝湛 你怎么能这么听话 蓝湛 是关乎你 不可煽动 魏无羡却举手道 蓝湛 别 别退 我 我有话对你说 金光瑶道 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吧 魏无羡道 不行 很急 金光瑶道 那这样说也可以 他本来只是随口一句 谁知 魏无羡恍然道 说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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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